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你爸爸还在不在啊 不在 你问你妈妈 经常想念不想念你的爸爸 你想不想你先生啊 一点点啊 一点点 我问你啊 老妈妈一点点你做梦做到她没有啊 做梦做到她没有啊 没有 她来看你 她有做梦有 我问你啊老妈妈 她来看你用的方法不是太好 人家们买点礼物啦 握个手来看你啦 你知道她怎么来看你的吗 她把你弄跌倒了 叫你爬不起来了 所以就叫你一点点爱她 活着的时候你太厉害了 你听得懂吗 你什么都管她的 害得她 她明明明不是女朋友的 也把女人赶走 还有很多 什么事情都要做 经常指责她 讲她不好 老妈妈听得懂吗 老妈妈听得懂吗 听得 知道 她还稳得不得了 知道 老妈妈听得懂吗 你现在开始 要给她念经 你把她超度 她就不来看你了 好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跟你讲话 我叫她离开一会儿 让你的腰 我可以在两分钟之内 让你的腰马上热起来 因为我现在知道 你的腰是冷的 明白吗 你不要讲话 你眼睛闭起来 我让你的腰马上热 好不好 臂肯闭起来 臂肯闭起来 好了,老妈妈,热了吧? 要热吗? 老妈妈,你记住了,台长能救你的病,也能救你的命, 但是你要答应台长一句话, 因为他今天能够把你绊倒了, 实际上,他就是跟你看清楚,你跟他的冤结是上辈子结下来的, 他不念你夫妻之情,他是来还债,他是来要债的, 所以我希望你老妈妈,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把自己的病要治好, 而且呢,你现在开始要好好地还他的债,念经修行, 你听台长的话,因为他还会让你走掉的, 明白吗?你不能恨他,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前世冤结, 你现在要可怜他,他比你先走了, 你就还活着,你好好给他念经, 你把自己好好地留在人间, 老妈妈听得懂吗? 好啊 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好了,他好好地念吧,没有多少张小房子, 他跟他先生只要念到78张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78张念完了,台长告诉你, 你的腰可以站起来的, 谢谢师傅,谢谢 其实你再给我五分钟,我当场可以叫他站起来, 但是没时间了,好了,谢谢